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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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们无穷地想象 比如数字 到过青铜峡的人可能都见过 在黄河的岸边 有一个正三角形的塔林 108座古塔以正三角形状整齐排练 每行的数量都是奇数 整个塔群背靠山林 面朝黄河 仿佛一群即将出征的将士 威武而又神秘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上世纪中叶 108塔内深藏的一种神秘文字 重现于世 随神秘文字一同从塔内出土的 还有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古塔模型 这些古塔究竟是何时建造的 它们的主人是谁 如此规整的阵型 到底在向世人诉说着 怎样的传奇故事 这里是宁夏回祖自治区青铜峡市 黄河沿着荷兰山 蜿蜒北行 进入一个最窄处 仅有九十米的峡谷 这就是青铜峡 相传 上古时期黄河泛滥 水患肆虐 大禹为拯救百姓 率领族人开挖高渠 疏导黄河水道 在荷兰山脚下 一座高大的石山 阻挡了黄河流水的去路 大禹奋力高举青铜神府 凌空披下 石山被居中劈成两半 黄河从开辟出的峡谷中 川流而过 从此人们把这里叫做青铜峡 但事实上 这条大峡谷来自于黄河流水 对两岸山壁的冲刷和融石 形成时间比大雨治水要糟 在黄河西岸的斗峭山坡上 考察组找到了塔镇所在地 远远望见一座座古塔 庄严肃立 气势辉煌 仿佛是一群阵型严谨的武将 夜以近日地守护着北去的黄河 当地文物工作者李鹏向队员们介绍说 塔群一山是自上而下 共排列为十二行 每一行的古塔数量均为奇数 形成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镇 塔镇中每一行古塔的数量 都随着山市的上升而减少 整个塔镇共有古塔108座 这样的规模在国内十分罕见 108座有四种形式 它是封塔岔 塔升 塔座 那么我们从塔座上面又封两种 两个大的类型 一个是这个十字折角 还有一个八角塑腰 那么塔升又封为四种 一个是富博式的 还有一个是圆筒形的 还有葫芦状的 还有一个折角塑腰的 这个就是圆筒形的 圆筒形的这个塔升 古人为何要将大量的古塔 修集在黄河岸边 108塔最初又是建于何时呢 李鹏告诉队员们 这些疑问曾经都是未解之谜 108塔的身世 也曾经引发了世人的纷纷猜测 1958年 随着青铜峡水利枢纽开工建设 108塔的来历开始渐渐变得明晰 施工人员从108塔下 陆续出土了彩绘卷制千幅图 以及一种用神秘文字书写的经书 在考古现场的古文字专家 都感到有些意外 这些文字的笔画笔顺与汉字十分相似 但字形构造却全然陌生 那么这种神秘文字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经过多方比对 专家们发现 这些文字出自于西北地区的古代王朝 西夏国 公元1038年 西北党像族首领李元昊登基称帝 以大夏为国号 史称西夏 形成与宋辽三族鼎立之事 然而 当时的党像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 为强化族人的凝聚力 并用本族的文字记载国史 李元昊将创造西夏文字的重任 托付给党像族最富盛名的大学者 野利仁荣 在李元昊的支持下 野利仁荣集结了大批党像精英和汉族学者 开启了西夏历史中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在李进曾的带领下 考察组参观了位于赫兰山东路的西夏博物馆 这么一套完整的民族文字体系 它的创制 推广 使用 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 这在世界文化史上 绝对是一个奇迹 野利仁荣 专心钻研 大量借鉴了汉字与藏文的特点 并参考了西部 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 创制出了六千多个单字 它是一个很善于学习的民族 同时呢 这个不是个大杂烩 它能够以自己本民族为根 把这些个其他民族的东西 吸收融化进来 随同考察的李鹏老师告诉考察组 108塔中出土的经书典籍 所用的文字就是西夏文 108塔的石剑年代 是西夏时期 这个就是原土新的 原土新的 李鹏说 108塔中最高的塔 大约在五米左右 而低的塔有两米多 虽然高低不一 但基本上都是来自藏式佛塔造型 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 与吐波王朝相邻 文化上深受藏地的影响 形成了对藏传佛教的信仰 西夏立国后 历代君主为求国座延绵 山河稳固 他们曾大量建似筑塔 造就了宁夏平原 佛塔林立的现象 然而像108塔这样的塔群式建筑 在西夏境内却是绝无仅有 它是建在黄河的青洞峡峡谷 其他塔都是像拜四口双塔 或者其他的成天寺塔 它都是独立的寺院 有一个塔 有一个比较高的塔 108塔这种形式 确实是全国是比较罕见的 李鹏告诉靠察组 108塔在民间又被称为土坯塔 外壁为砖器 内部用夯土填充 考古专家对土坯塔的来历 一直有两种推测 一是这些古塔最初以夯土铸成 之后又在外壁加起了包砖 二是这些古塔初建时 就是外砖内土的构造 这些塔逐渐建好 真是排列出一个证实来 这种证实是一个宗教仪式上的需求 而且到底始建的时候 是不是规划好了108座塔 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 这种艺术效果 确实达到了非常震撼人的效果 而在宗教上一定也完成了很重要的宗教使命 党项先民为何要在这里建造108塔呢 在青铜峡口建造数量繁多的古塔 对西夏王朝的统治者来说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为解答考察组的疑问 李鹏带领队员们来到了山下的黄河岸边 在茂密的芦苇当中 一条河叉赫然出现在队员们面前 李鹏说 这条水道并非天然形成 而是开凿于唐朝的银水干渠 唐莱渠 现在唐莱渠依旧用于农业灌溉 全长三百多千米的唐莱渠 银水口的开设位置 恰巧与108塔遥遥相对 唐莱渠的银水口 恰巧就在108塔的塔下面 银水口跟塔的这种 寺庙的这种建筑 遗从的这种 它是有必然密切的联系的 隐皇灌溉 还有农业的发展 支撑着这个庞大的西夏帝国 用行了两百年 相传西夏王朝建立后 每年唐莱渠开闸放水的日子 朝廷都会在青铜峡银水口 举行盛大的祭核仪式 而这 这是108塔建造于此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去想象就是 在这个银水口处建造这么一个塔 就是来彰显西夏统治者 皇族重视水利保护 同时呢也是祈求引黄灌溉 农业的五谷丰登 这个就是这个塔的价值 李鹏告诉考察组 1958年那次对108塔的考古发掘 不仅在塔身内部出土了大量绘画和西夏文经书 还出土了各种造型的古塔尼制模型 考古专家发现 这些模型复制了西夏王朝建造的多座古塔 因为我们从出土的好多文物 可以断定它是实践于西夏时期 从出土的这个文物里面 有好多的这个尼塔模 尼塔模的这个形质 跟我们宁夏境内同时期西夏时期的 拜四狗双塔跟红佛塔 出土尼塔模是完全形质上相同的 李鹏说 在考古发掘现场 出土于108塔内的多个古塔模型中 有一个显得非常特殊 这个模型既非纯粹龙格式塔 也不是典型的复波式塔 而是两者的结合体 更令在场专家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座古塔模型居然与贺兰县境内的红佛塔 几乎一模一样 贺兰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北部 据说遭在西夏立国时 这里已经是贺兰山下一座繁华的重镇 起源于青铜峡口的唐来渠与汉岩渠 沿着贺兰山东路向北流淌 润泽了贺兰县境内广袤的农田 使这里成为西夏王朝的富庶之地 看下黄河福宁下黄河北海威富一套 说的是核心地区就是银川 那么银川的核心地区又是哪呢 就是贺兰县 随同考察的当地文史专家说 位于贺兰山以东和黄河以西的区域 是西夏王朝人口稠密的景気要地 西夏君主在当地修建了众多高塔 留存至今的洪佛塔 不仅是一座珍贵的古建筑 塔体内部还深藏着大量的党像族文化遗存 这些珍贵文物曾于是隔绝近千年 直到上世纪末 在古塔大规模修缮工程中才重建天日 那么鸿佛塔内部究竟出土了那些罕见文物 这些文物当初又为何会被隐藏在古塔之内呢 为此考察组前往贺兰县进行了走访 贺兰县文化工作者王辉 是当地的摄影爱好者 红佛塔的很多照片都是出自于他的尽头 在王辉带领下 考察组来到了洪佛塔所在的洪兴村 王辉向队员们介绍说 洪佛塔大约有三十五米高 塔底部没有修建塔基和须弥座 而是在夯土地基上直接砌柱塔体 整座古塔仿佛是拔地而起 一般的塔做地基处理方式无非那么几种 用当地的土如果图置好的话 夯实 加固 另外一种换土 就是你需要做加固式地基 比如砖砌的 甚至打百慕丁的地基 历史上对于这种高层建筑地基的处理 由于很多失败的教训越来越讲究 洪佛塔下部三层塔身为楼阁式造型 塔壁厚达三米 属于典型的厚壁式楼阁塔特征 塔身外部的三层出盐 采用砖气叠色与一斗三声式的仿木构造 这些都是典型的宋代营造法式 在三层塔身上部 是由八边形岔座 圆锥形岔身和葫芦状岔顶组成的塔叉 塔叉不仅呈现出浓郁的藏地复波塔风格 高度也有近17米 几乎与下部塔身同高 这种构造的古塔在全国十分寒净 西夏所接触的文化 有这种西域传来的 带有藏传佛教色彩 带有印度本土富波色彩的这种塔的样貌 一把楼阁式塔 这就是一个整好的契合 西夏的文化就这种融合 王辉告诉考察组 在洪佛塔的塔市内 曾经有一口古井 井水清澈甘甜 四季不断 是当地百姓们的重要饮用水 人们在这里定居建立村落 直到清末时期 洪佛塔因常年失修 古井也被慢慢废弃 至今保存在西夏博物馆的一座 按照一比七比例制作的 红佛塔模型 仍然保留着红佛塔修复前的样貌 红佛塔 原塔高二十八米 我们这里是一个模型 咱们来看一下 博物馆的讲解员告诉考察组 在修缮之前 红佛塔的塔顶和塔岩已全部损毁 塔身开裂 最宽的裂痕达到二十五厘米 塔体也发生了重度倾斜 偏离了中心线七度 为完旧这座古塔 上世纪末 当地政府邀请了国内 著名古建专家和地质专家 对古塔进行了全方位的测绘 制定出详细的修缮方案 红佛塔大修工程 于一九九零年正式动工 王辉与父亲王姓芳 全程参与并记录了当年的修缮工作 90年的时候的红佛塔 在维修过程中 我在塔上跟着拍了十个月照片 就是每天是基本上 干到什么样子就拍到什么样子 为实现修旧如旧的效果 施工人员每拆卸下一块构件 都要进行仔细登记和标号 保证在重新安装时能够复位 整个修缮过程中 王辉发现 红佛塔最初建造时使用的塔砖 既有北宋的宋面砖 辽国的公文砖 也有西夏特殊造型的掌纹砖 为稳固政权 西夏王朝曾多次与辽国和吐蕃联姻 商贸与政治的密切交往 使各方文化对西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洪佛塔也因此汇集了来自各地的建材与形制 据王辉回忆 当初石工队在对塔顶进行拆建时 工人们发现了塔身内部的一个特殊空间 起初人们原以为这是古人造塔时的一个装饰设计 但随着现场文物专家的进一步勘察 断定这里就是洪佛塔的天宫 这个发现非同寻常 最后就是拆的过程当中 就在那个圆顶过来下了那一道方 就出了一个方形的天宫 在天宫里面存在大梁文物 这个天宫和地宫这是 这个践塔就是为了安置设立 我们现在常见的又在定层 其次在这个七层塔里边 我们看到的定层 这个三层五层 天宫设立这个的发现都没有私了记载 当时的这个给下考虑 考虑给下结论的时候 认为可能是某位高层的设立 洪佛塔天宫之中出土的数百件珍贵文物 包括卷彩佛画 彩塑佛像 罗汉 历史面像及身像 西夏文 佛经雕版等西式真品 很多都是出自宫廷匠人之手 为研究党项族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王行方老师告诉考察族 古人在造塔时 常常会在塔内安放镇物 目的是祈求古塔稳固如山 洪佛塔是西夏皇家寺院的建筑 寄托着西夏君主江山永固 国泰民安的祈愿 塔内珍藏的镇物也格外丰富 当年 洪佛塔天宫的发现 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洪佛塔珍藏的众多文物中 一幅卷本彩绘的千佛像 尤为珍贵 在画面上 一尊较大的佛像 端坐在塔状佛刊之中 以塔刊为中心 画面又分为三十五个数长方格 每一方格都绘制着造型各异的塔刊 塔刊内的佛像 也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和姿态 队员们发现 画面中的塔刊属于藏式佛塔造型 与青铜侠一百零八塔十分相似 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借鉴的关系呢 专家告诉考察组 在全国各地 曾经多次发现类似的绘画和造像 敦煌墨高窟的壁画与云钢石窟的浮雕是其中的典型 这幅西夏宫廷千佛像 与青铜侠一百零八塔是否存在模仿和对应关系 史迹之中并不记载 然而考古专家认为 无论是一百零八塔还是千佛像塔刊 都是综合各民族的建筑和绘画艺术而形成的文化集合体 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交流 如果仅从艺术角度来看 完全可以把一百零八塔视为千佛像 在三维石井中的呈现 而千佛像也可以看作一百零八塔 在平面绘画上的缩影 这是中国古塔建造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为本就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古塔 赋予了又一种传奇色调 虽然雄距西北近二百年的西夏王朝 最终被成吉斯汗率领了蒙古大军功课 记载着西夏国史的典籍 也随着西夏的王国而损毁殆尽 而一座座留存至今的西夏古塔 如同书写史册的剧笔 为后人记录了一段段尘封久远的西夏王朝历史 它更像是一座西夏文明的里程碑 见证了中国跨越千年的水利奇迹 凝固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深邃与交融 原大都的建立奠定了北京城的格局 城内一座座古塔衍生出与众不同的民俗风情 位于繁华街区的砖塔 为何成为北京胡同的根脉 大都古寺的参天白塔 又为何在民间传说中是一座无影之塔 这两座古塔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 又有着怎样非同凡响的建筑特征 系列节目《神奇的古塔》 地理中国明天为您播出